爱家人,从关爱自己开始,请与您的医生咨询有关接受乙肝检查的讯息。 美国亚裔当中,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人感染乙肝。 而大部分的人 会是我吗?我身边没有人有乙肝啊。 而大部分的人 是我吗?我没什么症状啊。 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症状。 如果不接受治疗,将近四分之一的人会发展出严重的肝脏问题,甚至是肝癌。 我接受了检查,我知道我没有受到感染。 接受检查是唯一的方式,来知道您是否有乙肝。 今天就咨询您的医生,这可能会救您一命。 City of Hope 这里知名的科学家与医生合作,快速把新疗法从实验室带到病人身上。 这里是医学创举发源地,这里唤醒免疫系统供给癌细胞,研发治疗癌症的智慧药物,引领生物科技革命。 我们创新疗法,帮助痊愈,真心关怀,承诺真正的希望。 City of Hope 是届首屈抑制的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本节目由City of Hop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样选择,您能不能教教我们呢? 那基本上是Urgent Care,叫你讲的宿诊,基本上是一个延长的,像我们这种诊所,它是一个延长服务。 因为我们这边比如早9到晚上6点或5点,那医生就下班了,对不对? 那诊所都关门了,也可以接电话,但是基本上不能够去看病人了。 那看病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这个人对人接触,要是个手能摸到你身上看什么状况的。 那这个呢,去的是素诊中心,比如说我药不够了,我突然间小孩子发烧了,突然间有一些外伤可能处理的。 那去素诊中心,一般有医生,有护士,然后可以照照新电图啊,照个胸篇啊,这个骨头稍微缝缝皮啊,骨头接一接,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急诊呢,在美国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急诊时大家都知道排队时间也比较长,因为都很忙,不光是外伤啊,车祸啊,中风啊,心肌梗塞啊,吉辅症啊,都去那边。 所以那边的护士要看你够不够急诊条件,如果你说你进去,你只是说我有点头痛,他不收你的,你想进去他也急诊,他不收你的。 所以他要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是不是合急诊的条件,而且要重到一定程度,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急诊是要等时间长,或者怎么样,不去。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肚子急性,肚子痛,那要去急诊,医生是要真的查的,而且希望所有的检查报告,超音波,验血报告,大概一两个钟之内,必须要回来的,这有的时候有生命危险的,这个要非常注意。 这是够病重到一定程度去急诊室。 好的,谢谢丁医生,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更多健康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每周台官方微信平台,您感兴趣的所有跟健康生活有关的话题,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互动。 接下来,我们进入每日健身,跟着教练,动起来。 来,腰叉,好好拉,空间吸气,吐气,向前弯,背要平,肚子要缩,慢慢的,然后把手放下去,然后手放在脚跟后头,然后小手肘,可能正好贴着后小腿,吸气,伸直向前拉,肩膀提起来,不要手提,吐气,把伸直跟腿贴近一点。 如果你的后大腿肩很紧,不要乱来。